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僧十分高兴 但准备卖脚时 却惊异地发现 这船居然没底 顿时就吓尿了 打死也不敢上船 孙悟空急 插着脖子 往上一推 唐僧踏不住脚 咕噜地跌在水里 早被撑船人一把扯起 站在船上 唐僧气炸了 心想猴子眼里还有我这个师父吗 敢这样对我无礼 他抖衣服 躲些脚 正在考虑是否念死这个猴子 那撑船人轻轻用力撑开 只见上溜头羊下一个死尸 唐僧见了大精 孙悟空笑道 师父莫怕 那可原来是你 八戒沙僧和撑船人也说 是你 是你 就是你 中国有一个成语 叫金蝉脱桥 而如来二徒弟就叫金蝉子 何底那句死尸 又真的是唐僧 所以 说唐僧死在了取经路上 还真不是假话 在佛的世界中 人的灵魂不生不灭 人的外体只是一个蛆脚 也就是俗称的臭皮囊 从最开始 金蝉子就占用了江流儿的曲脚 然后安排了种种磨难进入佛门 最后取经 但是 到了凌云堂 这繁体是绝不能到灵山的 所以就丢在河里了 也就是说 唐僧 也就是江流儿 是真死了 金蝉子借助这个区体 到了灵山 有人可能说窝流乱说 人人到灵山都要脱掉躯体 出八戒也是转世投胎 而且 这个躯体还是一头猪的 为何不抛掉呢 可见 从头至尾 金蝉子就是在 借助唐僧这个躯体实现成佛的目的 真正的唐僧 的确死在了灵魂堵 好 今生日快乐 小声 凌云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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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